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很好 不是讲得很标准 等一下如果我卡住的时候 你们可不可以帮帮我 可以吗 可以 我出生在美丹 50年前在美丹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你们如果看的时常看到有暴动 在电视或者是在报纸上 很大的部分就是发现在我住的地方 在美丹 因为美丹是最多华人的地方 我爸爸是赌博 然后喝酒 打我妈妈 当我18个月的时候 我爸爸就离开我了 我有两个姐姐 一个五岁 一个六岁 所以全家都是你的 当暴动来的时候 是很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家里没有男生 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都误解了 他们以为印尼华侨都是很有钱的 是吗 是不是 你们也是不是这样子想的 是哦 那些很有钱的 你们看到在误解路 在巴拉根 在Mount Elizabeth 其实很多呢 印尼华侨是没有钱的 如果当暴动来的时候 米奇加华人被爱打 油奇加华人也要爱打 当爱打的时候呢 当暴动的时候呢 通常非常有钱的 他们就会来新加坡 可以到处走 OK 很有钱的 他们可以买军 那个Middle Class的 他们可以买冰 OK 不过有很大部分 没有钱的 就是在那边 自己要保护自己 我就是住在 这种环境的 长大 所以长大的时候 是非常怕 非常不安 家里也没有爸爸 缺少 什么都是缺少 安全感缺少 钱缺少 什么都缺少 我21岁的时候 就遇见了一位新加坡人 他来到印尼 不过不是这个哦 这个是好的 OK 他来到印尼 他就看着我 OK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说 我爱上了你 我才21岁 那时候 他31岁 我要带你去新加坡 你不用担心 什么都不用愁 钱不用愁 未来不用愁 什么东西都会好 你的未来会很好 我要娶你 因为我爱上你 那当时呢 我是一个 没有来过新加坡人 没有来过新加坡 不懂新加坡是怎样的 OK 不过有人答应我 未来会很好 你们要吗 要吗 要吗 你们也很快 OK 我就很快了 就答应了 那我就结婚了 结婚六个月后呢 我就怀孕 那时候 差不多要到22岁了 OK 怀孕了 他就说你去新加坡 你在新加坡 生了这个孩子 然后那个孩子 就会变成新加坡人 22岁 我就带了心理 来了新加坡 我真的是万万想不到 一去不能再回头 我来到新加坡 生孩子 第二天 医生说你的孩子 好像有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们再请了几个专家 第五天 他们做了一个结论 你的孩子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他的心脏 有三个孔 第二个问题呢 因为血跟气 流不到头部分 所以他的头脑 烧坏了 第三个问题 是什么呢 他是 Down syndrome Down syndrome怎么说呢 弱子的孩子 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那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 若这个世界真的有神 你必须要告诉我 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小小年龄 每个人都有爸爸妈妈 一个完整的家 我也被夺走了 这个 我们做母亲的 最主要的这是 孩子健康 其他的东西 我们没有要求多的 对不对 不过 这个我也被夺走 医生说 你的孩子 随时会死 他怎么会死呢 他不会超过三个月 他会变成蓝色 不能呼吸 他就会死 所以他必须继续待在新加坡 那我也不可以回印尼 我就继续待在新加坡 不过坏事没有停在那里 一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华人不是有做满业吗 对吗 一个月的时候 他的父亲来看着我们 当他看着我们的时候 他看着孩子 他看着我的时候 他跟我讲这一句话 他说 I just don't love you anymore 我不再爱你了 我说 什么意思 你不再爱我了 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现在孩子病了 我回不了印尼 什么意思 你不再爱我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隔天就回去 他隔天就回印尼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一直找 一直等 一直找 一直等 也等不到 也联络不上 我就静静地 把我的女儿 放在新加坡 我就静静地 买飞机票 因为我要知道 到底什么事情发生 我静静地 进去我的家 那时候在野城 我静静地 开我的门 我静静地 开我的房间的门 我看到 有另外一个女人 睡在我的床上 用我的司机 用我的用人 我这个心 就睡了 我直接 走出那家 我直接到飞机场 订我的飞机票 在等飞机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个机场的椅子 一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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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 好痛 背叛的痛 被人遗弃的痛 好像是一个垃圾 爸爸不要你 扔掉你 现在丈夫也不要你 扔掉你 就是这么痛 我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那我又再说一遍 我说 若真的是有一位真神 你一定要来 因为这条路 我走不下去了 连呼吸都痛 这边好痛 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我只是看 有一位女生 她走过我的前面 她就戴了这个十字甲 好像我今天早上戴的 我的眼睛就抓紧 这个十字甲 然后我记得 我曾经幼稚园的时候 我的老师跟我这样子说过 凡是如果你呼喊 耶稣基督的名 他必定会来拯救你 那时候 那时候我能够呼喊的 我都呼喊了 唯一我还没有呼喊的 就是耶稣基督 我就说 耶稣基督 如果你是一位真神 你要来拯救我 我回到新加坡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只有一个病的孩子 钱没有 朋友没有 亲戚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病的孩子 然后医生说 孩子随时都会死掉 我只有一个出路 我的出路就是 我要抱我的孩子 我要跳下去 14楼 那时候 我住在的地方 14楼跳下去 你们说会不会死啊 死吗 死是吗 OK 那时候就是我的计划 我已经写封信给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还在 的Medan 我告诉他 这个人生 我已经走不下去了 14楼 我要跳下去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有电话响 OK 那个电话 是 insurance agent OK 这里有没有insurance agent 有吗 有没有 没有 OK 他就说 你要不要买保险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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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跟我讲福建话 我跟他讲 我不要买保险 我没有买钱买保险 我要放电话 他就说 等一下 今晚 我的教会 有一个特别讲言 你要不要来 我的教会 我在想 这个经纪人 一定是有问题 他是要卖保险给我 我说不要 他就说 要带我去教会 我在想 我好像还要去 误解路 最后一次 OK 不然 这样子 我 今天 就跟你一起去 误解路 等下明天 才跳 OK 我就跟他说 我可以跟你 一起去教会 不过 你一定要带我 去误解路 OK 他也是一定想 这个你的一定有问题的 对吗 他就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 刚好 我的教会 就是在误解路 他就来带我 带我去 Wesley Methodist Church 只是在那个误解路的外面 OK 那个时候是 葡萄会 特别葡萄会 OK 很多人 好像是有一千 好像是一千 很多人 很多人 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 我没有打过 什么叫做教会 我不懂教会是什么 我不懂基督教是什么 我也不懂教会的文化是什么 他就是带我进去 他就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 他就把我放在那个 后面第三排 他说 你坐在那这边 我很忙 我要做东西 你坐在这边就好 OK 等一下就会散了 我会来带你 他问我孩子 要不要把它放在那个 baby room 我说不要 我抱住就好 他就说好 你乖乖坐在那边 你知道吗 那时是 English service 英文 讲英文的 我不会讲英文 我也听不懂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讲言 是一个 阿摩 阿摩 又是从Armenian来的 阿摩 我更加听不懂 新加坡人讲英文 我已经有问题了 这个又是阿摩 在讲英文 我什么都不懂 他们在唱歌 好像我们刚才在唱歌 我也听不懂 一句都听不懂 然后那个牧师讲到 我也一句都听不懂 我只是专心在这边 这边很痛 即使啊 为什么这么久啊 我要回家了 OK 我要去无节路了 可以玩了吗 一讲讲 讲到最后 他从台上 他就指着我 他说 那个女的 那个抱着 婴儿的 女的 你要走出来 你要过来 我都不知道 他在叫我 你知道吗 不过 阿摩 阿摩很群劳的 在教会 他就从那个旁边 就来 去去去去去 他在叫你 OK 我就来到前面 他说 你要站在台上 他就问我 你要不要 接受 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救主 然后 我看着他傻傻的 他们问我 你可以讲 你听都懂什么话 我听得懂福建话 OK 就有一个人 来跟我翻译 我就问回他 是谁是耶稣基督 我不认识耶稣基督 那个时候 我就看到 这个 auditorium 那个地方 那个房间 整个是红色的 那我突然间感受到 这个平安 这个平安呢 是22年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没有认识 原来有这种平安存在的 我就问回他 你说的耶稣基督 是不是这个平安 我感受到了 如果是的话 我 一定要有 我不能没有 因为我连呼吸 都有问题 那个晚上 我就接受了 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救主 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哭到什么程度 哭到我忘记 我要去误节路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中介就来了 那个经纪人就来了 来 我跟他讲 你带我回家 你带我回家 我要回家 我回去家呢 我可以睡觉 我得了忧义症 我可以五天不睡觉 我可以五天 没有吃饭 就是这边 每分每秒都很痛 那晚 我可以睡得很沉 隔天 我起来的时候 我在想 到底什么事情 发生 我为什么能呼吸 我呼吸的时候 为什么这边 没有痛了 我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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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痛在哪里 不见了 把荣耀归给上帝 我拿我的封信 拿出来写给我的母亲 我在看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不要死 我要继续活下去 我们要面对这个事件时 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 我们不论付出多少 有人就是不懂得珍惜我们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不要紧 没事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我们为了那些懂得珍惜我们的 活下去 那就是我 第二 我要为我的女儿活下去 然后 我要为这位 耶稣基督 活下去 因为他 能够 抑制我的 伤痛 的真神 Amen 不过还是没有钱 是吗 对吗 不是今天你 信了主 就会变成富翁 不是这样子的 OK 不过有了这个勇气 有了这个力气 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 叫她来新加坡 来帮忙看孩子 我可以找工作 他就来了 不过我是一个外劳 foreigner 又没有什么读书 又不懂得英文 很多东西都不懂 做工也没有什么经验 在新加坡找工作 是非常困难 OK 你知道吗 我 27年前 我的第一份工作 在新加坡 因为一直找工作 找不到 OK 我结果呢 把我的履歷表 放在那个 recruitment agency 他看看 他说你到底会什么 什么都不会 工作经验又没有 读书又没有 哦 有一样东西 你是最厉害的 Bahasa Indonesia OK 好 你要不要做 我把你放在 F&N Coca Cola 做保安 OK 你知道保安吗 你知道 OK 要吗 要做吗 要吗 要 感谢上帝 OK 所以呢 27年前 我第一份工作 在新加坡 我就是做保安 我像保安吗 可能当时真的是很像 OK 不过上帝 是一位信实的上帝 Amen 他给了我一段圣经 在耶尔书第二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我们可以邀请 个吉米弟兄来 读一下好不好 耶尔书第二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耶尔书 二章二十五节 我打发到 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懒子 马扎 简虫 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补还你们 二十六章 二章二十六节 你们多吃 必得饱足 就赞美为你们 行奇妙试之耶和华 你们神的名 我的百姓 必永远不至羞愧 Amen 我的百姓 并不会羞愧 我就牢牢抓紧上帝的话语 因为我知道 人是会令人失望的 唯一信实 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只有 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 因为他的话语 必须要实现 Amen 机会来了 我的主管说 你好像很可怜 你小小年龄 什么都不会 可不可以 我把你派去 写英文 要吗 写英文 等一下你回来 你可以做听电话的 要吗 要吗 我就说好 就把我派去学英文 回来 我就 哈喽哈喽 每天哈喽 然后他就说 我又再派你去 学习 其他的东西 好吗 等一下你回来 你可以做 更加有 责任的工作 我说好 就把我派去 我回来 我就变成 Administrator 然后中介 又把我派去 另外一个公司 做工 那个公司又说 不然我派你去大学 要吗 要吗 你们要吗 要哈 OK 我就被派去 读书 读书回来 我就变成经理 OK 然后公司说 又再派你去读书 你们要吗 我回来 我变成总经理 中经理 公司又说 我在派你去读书 你们要吗 我又再去读书 我回来 我变成董事长 然后上帝说 我派你去读书 你们要吗 我回来 我变成一个商人 OK 不过我不是一个 普通的商人 我是非常爱上帝的商人 所以我的利润 很大部分 我都会去拯救 孤儿 寡妇 贫穷 我是做餐饮的 OK 然后 接下来的话 上帝就说 OK 到时候 到时候了 要做牧师了 所以现在呢 我就是牧师 OK 我的人生 就是按照 月二书第二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经济恢复了 阿们 阿们 那么我的女儿呢 医生说 肯定不会超过三个月 三个月一定死 她没有死 医生说不可以超过六个月 六个月肯定死 她没有死 医生说 她一岁的时候 医生说 你必须要去 预备一百千新币 因为她要开手术 那时候 我没有一百千新币 不过 我有一位 很奇妙 很伟大的 真神 她的名字 她其中一个名字 也是 耶和华 拉法 她是能够 医治的 真神 阿们 我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我不再去看医生 我没有说 如果你们生病 不可以才能看医生 我没有这样子说 我是说 我的处境 不允许我去看医生 所以我就不去看医生 一直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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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岁的时候 圣灵说 把你的孩子 带回去 那个心脏科 cardiologist 她检查 检查 她说 你到底去了哪里 你知道新加坡的医生 很凶的 会骂人的 你到底去哪里 你到底做什么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了 我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什么都没有 哪里都没有去 她说 你看旧的报告 那个心脏是三个孔的 你看这个新的报告 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心脏 是完整的 没有损坏的 我的女儿 今年已经27岁了 把所有的荣耀 归给上帝 然后我的女儿 7岁的时候 我就在教会 遇见了 一位帅哥 这个帅哥 你可以把你的 mask打开一下 站起来一下 看一下帅不帅 帅不帅 帅 谢谢你们支持我 猛男 像不像 像啊 你要记得这句话 猛男 所以我们就结婚了 我真的是感谢上帝 他给了我一个 能够接受我 跟我的女儿的 一位好丈夫 所以你们说 我的人生 是不是按照 耶尔书第二章 25到26节 恢复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要跟基督徒说话 基督徒 如果你的生命 什么都顺 什么都好 要什么得什么的时候 你通常都会说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对不对 你看 从一个保安 变成一个商人 变成一个牧师 你会说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对不对 等下我说赞美主 这边说赞美主 这边说哈利路亚 OK 然后你看 孩子呢 差点要死了 OK 不过 奇迹出现 心脏完全 好了 你也是会说 赞美主 对吗 当我们赚很多钱 一切都顺利的时候 很容易是说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 面临困难的时候呢 是否我们还能不能说 赞美主 哈利路亚呢 如果你要面对破产 如果你要面对 家庭破碎 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 抛弃了你 或者是得了重病 或者失去我们所爱的人 或者得了癌症 那是否我们还能不能说赞美主 哈利路亚呢 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两年后 两年后结婚 我的先生就每天都是 头晕 头晕了 呕吐 带他去看医生 医生说 你的丈夫 得了脑癌 这个脑癌很罕见 全新加坡 唯一一个得了这种脑癌 就是你的丈夫 It's called endolymphatic septum 那个华文我不懂怎么说 全美国不到50个人重 全世界不到300个人重 所以你这个病呢 因为太少人重了 没有一个药物公司 要发明药来抑制这种的病 所以你的病呢 没有药 不能做CAMO 什么都不能 新加坡两个大博士 一个是儿壁猴 一个是脑部 一起来学习这个CASE 他们也不懂怎么做 他们还要邀请两个博士 从John Hawking美国来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四个博士 学习这个案子 所以这个案子变成很出名 有博在Medical Journal 在新加坡 就是他 那时候我们已经侍奉上帝了 我们就问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全新加坡唯一一个重 就是你 你知道上帝说什么吗 医生说 不知道该如何 要动手术 要动手术 要动手术也是 五十五十 那我就问上帝 What have you got to say 你要对我们说什么呢 上帝就给了我们两个一段的圣经 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好不好 基民弟兄来读一下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执意被招的人 阿们 我们很多事情都能够不懂 我们不需要懂 我们只是知道 凡事如果我们爱上帝 爱上帝就是顺服上帝 即使不好的东西都会变好 阿们 就是这么简单 其他动手术 动手术二十个小时 你摸一下这边 这边耳朵后面 是有鼓的是硬的 动手术之前 这个鼓要锯掉 然后医生就开始开刀 开了二十个小时后 医生跟我说 对不起我们太迟了 为什么太迟 因为那个癌细胞太凶 他已经把他的耳朵吃掉了 他已经把他的平衡线吃掉了 他这里边很多东西都被损坏了 所以他们已经挖 把他挖掉 为什么我们太迟呢 因为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70%他们能够把他取出来 30%已经卡住在大动脉 他们不能够动 如果他动的话 他会死掉 不然就是他会变成植物人 医生说 我们在预算 因为这个癌细胞 真的是太过aggressive 最多你有六个月的时间 这个六个月 那个癌细胞会继续吃 你的大动脉 他会突然间死了 怎么样死呢 他会从耳朵 鼻子 嘴巴 流血 他就会直接躺在那边 死掉 所以你要是有心理准备 你能够做什么 你现在就去做 20个小时 还是这样 那时候他还在ICU 他已经醒了 我就跟他说 医生说 你不会超过六个月 你会死 你会怎么死呢 气孔流血 就会死掉 我就问他 怎么办 你要知道他说什么吗 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什么吗 想吗 要吗 他就说 医生说 我还有六个月是吗 至少 我还有六个月 他说 我不管 医生说什么 只要我能够活下去 我每天每天 都要赞美敬拜上帝 Amen 如果我能够从这个医院出去的话 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要跟我一起 我们到处去 拯救贫穷 孤儿 寡妇 传福音 因为我时间不多了 我没有时间了 我说好 真的是两个礼拜后 他就能够出院了 我们就到处去 可以播一下 那个Mission Picture吗 我们就到处去 我们去菲律宾 我们去柬埔寨 我们去越南 我们去中国 我们去马来西亚 我们去印尼 我们的施工就开始 开始的时候 30个孩子 从30个孩子 变成300个孩子 从300个孩子 变成600个孩子 六个月后 他还没有死 当他没有死的时候 他就说 再继续 我没有时间了 每天每天 我都要为上帝 多做一点点 每天每天 我要传更多福音 每天每天 我要给机会 给那些没有上过 学校的孩子 那些孤儿 那些寡妇 我们就继续去 600个变成800个 800个变成1000个 你知道我们做这些事工 我们没有跟人家要过钱 我们很努力的在新加坡 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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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Mission Field Call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我们的工作放住 我们就拿那个利润 就去了 两个人 一年后没有死 两年后没有死 他就说 快点 我没有时间了 我们的事工 又在扩大 从1000个孩子 变成1200个孩子 从1200个孩子 变成1500个孩子 他还是没有死 不过 那个癌症 也一直在扩大 事工扩大 他癌症也一直在长 从38件 变成好像一粒球 这样高洛夫球 从一粒高洛夫球 在脑里面 好像一粒鸡蛋 这样子 他就说 我这个癌症 每天他跟我去走走 你知道吗 我去到哪一个国家 他跟我去到哪一个国家 OK 三年没有死 四年没有死 你知道我们这样子 度过这种的人生 多长的时间呢 十年 十年 你知道癌症是很痛的 我们去的地方 就是 很时常都是 没有人要去的 其中一个地方 是在那个垃圾堆 可以看一下 那个垃圾堆的照片吗 这个地方 这种地方 没有医生 不干净 口袋里面 肯定要带止痛药 开始吃 Panadol Extra Strong 吃吃吃 吃到不管用了 要换 换Ponstan 吃吃吃 吃到也是不管用了 要换 阿国下 吃吃吃 吃吃 再吃 有时候一天会吃巴黎 也不管用了 怎么办 十年 很痛很痛 这个十年来 我没有看到他 一次埋怨上帝 这个十年来 我没有一次听过说 从他的口出来说 上帝你一定要医治我 如果你不医治我的话 我不会再侍奉你 没有 没有这样讲过 每次他痛的时候 他就会躲在一个角落头 他就会跪下来 一个手他会放在这个痛的地方 另外一个手 他会举举给上帝 他就会跟上帝这样子说 我已经选择了 我依然还是要赞美 敬拜你 因为你是真神 Amen 就是这么简单的 你知道我们的刷牙 我们吐出来 那个牙膏是白色的 对吗 他刷牙吐出来 是红色的 是血 然后 有血 不懂从哪里来 睡觉的时候 睡醒的时候 我看 每次看的 那个枕头 也是有血 我不懂这个血 是从哪里来的 十年 就是这样 继续努力的 依旧 依旧 上帝 继续努力的 做生意上 赚钱 然后 一直病 一直病 身体 一直 退落 就是这样 你知道在那个垃圾堆 我们吃风 我们学习一样东西 他们有一种食物 叫做 啪啪 你知道啪啪是什么吗 你吃的炸鸡 你吃的炸鸡 你不是剩下骨吗 对吗 你扔掉 那些人 就会把它放在 一个黑纸袋 我亲自 坐在其中一个 这个屋子里边 OK 妈妈说 我要煮饭了 要煮饭 煮什么饭 从这边怎么煮饭 我看到那个 一袋一袋的黑垃圾 来了 那个孩子很开心 是带着微笑的 他就会去跑 跑了 他说 我的炸鸡来了 我的炸鸡来了 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这样子说 他们就一直抢 抢 一个人有拿了三四块 回到家 我亲眼看到 母亲洗 用水洗 那些已经腐烂的 鸡骨头 剩下一点点的肉 他拿来炒 炒了 他来吃 全家吃的时候 是为着笑容 笑容在吃 朋友们 基督徒们 你知道 今天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在基督徒里边 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懂得感恩 当你不懂得感恩的时候 你就会带来 很多的问题 忧郁 惧怕 不能相信上帝 他们在吃垃圾的时候 还在 微笑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况 预备 预备好我 他说你不要责怪上帝 如果我死了之后 你要继续这个施工 不要埋怨上帝 我说好 2013年 他去开手术 拜五 动手术 七个小时 出来什么都不能了 不能呼吸 看不见 什么都不能做了 我们全部都已经预备了 预备好我们的家人 他的照片 也是 已经预备好了 他所有的东西 他的地 他的什么都已经交给我了 已经没希望了 那时候是拜五 拜六早上 我们已经说拜拜了 他跟我说 我们做个预约 我们在天堂遇见 我说好 我们在天堂遇见 在那个时候 我是第一次 在他的前面哭 十年跟他对抗癌 我没有一次哭过 因为他已经很辛苦了 他已经非常努力了 我不要在他的面前哭 不过在那个时候 我以为 已经时间 说再见 我就拿出来我的电话 我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录音一下 跟我说你爱我 跟我说 你想念我 我就会继续听你的声音 你不在意的时候 到我们在天堂遇见 就是这样 那时候是拜五下午 说我对不起 拜六下午 拜六晚上十二点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在这边等着他 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眼睛突然间张开 他就哭了 那个眼泪 从他的眼睛流 一直流 一直流 他就在那边喊 耶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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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身体是抖的 那个床上是抖的 你知道这个是猛男来 OK 猛男二十个小时 动手是不会哭的 十年看来也不哭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 他就大哭 耶稣在这里 耶稣在这里 我就站起来 我要靠近他的床的时候 我要 本来是要想要靠近他 要动他 不过一半我就倒在 我就跌在上帝的 那个荣耀的重量 我不能爬起来 当我爬在那边的时候 你知道我最要的 就是想上帝来抑制他 对不对 不过在那个时候 我不能要求多多 我连一句话 上帝要求的话都不敢说 我只能感恩又再感恩 谢谢你上帝 谢谢你上帝 为什么感恩又再感恩 我们到底是谁 你和我到底是谁 他是万万 万主之主 对吗 他是创造宇宙的一位真神 不过他仍然还这么爱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 为你为我被鞭 被钉在十字架 为你为我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 永生 Amen 我就看到他 突然间 睡 那个是白流 礼拜 早上八点 突然间 护士来叫我 哈啰 哈啰哈啰 你的丈夫在哪里 你的丈夫为什么不在 他不在那个床 你知道吗 吓了我一跳 OK 那个护士 按了那个紧急铃 病人不见了 病人不见了 OK 他从厕所出来 为什么这么吵 你们在找我 我没有不见 我在这里 那个护士说 你这个是坏的病人 你回去你的床 我要叫你的医生来 那个医生就来了 医生来 医生看看 看看 医生也是基督徒 他说你知道吗 这个不可能会发生的 我一年动开头部到 五十多户 我没有看到 这种情况 这个肯定不是从我而来的 这个肯定是从 上面我们的神而来的 Amen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 首数在拜五 拜一 十二点之前 我们三个 没有用轮椅 用走的 走出 那个医院 今天 你就会看到 这个活生生的见证 我的丈夫 已经被医治 我们可以邀请 All the worship team to come Please 朋友们 这个是 我的故事 这个是 我的女儿的故事 这个是 我的丈夫的故事 Amen Amen 那么你们的故事呢 那么你们的挣扎呢 那么 你们 所想祈求的突破呢 这些都是很真实的 Amen 这些都是很珍贵的 我今天 不是 来 跟你推销耶稣 我今天 不是跟你来说 你一定要信靠耶稣 因为耶稣是 很好 祂是真神 祂的确是 不过 我不是来推销 我今天 是 来的目的是 展现 祂是一位真神 祂到现在 还能够医治 祂到现在 还能够做奇迹 那个是祂的部分 我们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的部分 就是 要相信 因为祂说 若你相信 你就会看见 祂的荣耀 Amen Amen 我等一下 要为祢祷告 不过现在 我们要来的 唱一首诗歌 好不好 我们全部站起来 有一天 你若觉得 失去勇气 有一天 你若真的 想放弃 有一天 你若感觉 有一天 没人爱你 有一天 好像走到你 那一天 你要承受你的心情 那一天 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 那一天 不要忘记 有人爱你 那一天 不要记忆说放弃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小鸣 只有一位小鸣 他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我爱你 我愿意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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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信过 你还没有信过上帝 不过今天 你听到今天的见证 你说上帝 我要认识你 这就是你 等一下 我叫的时候 在你桌子上 你只需要 举一举你的手 就是这么简单 OK 另外一组呢 就是你曾经信过主 不过 你已经失去方向了 你已经离上帝很远了 上帝要对你说 该时候回家了 该时候回家了 这个也就是你 等一下 我叫你举手的时候 你也是 在你的桌子上 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举手 OK 如果你带新朋友来的 你可以鼓励一下你的朋友 跟上帝 说我要 OK好不好 来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不要看旁边 这个就是 你和上帝 的时刻 上帝把你的门 在敲 现在上帝把你的门 的心的门 在敲 他在对你说话 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 你愿不愿意 让我进来你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 接受我的爱 你愿不愿意 接受 我成为你的救主 如果你愿意 一 二 三 现在就是十个 你就 只是继续 需要举你的手 再举 还有吗 还有吗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这边还有几个 举你的手 举高高 为什么我们需要举高高 因为 就是 现在 你要对上帝的 反应说上帝 我愿意 我愿意 这边有没有 还没有 还有吗 还有吗 这里还有吗 在线上的 也是 不论你在家也好 你在哪里也好 你也是可以 举下你的手 然后等一下你举了手的话 你也可以 明天还是隔天 你可以打电话给 教会的这个 这个电话 继续举手 牧师要为你祷告 继续你举你的手 牧师要为你祷告 Amen Amen 亲爱的朋友 当你们举起手 你们尽量 就继续地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你举起这个手呢 不是在为着 当作的每一个人而举的 你的这个手 是对着爱你的神而举的 神因着他的爱 呼召你来到今天的现场 聆听了Pastor Judith的那个见证 知道有一位爱你们的真神 而你这个举起的双手 是代表你对神的一个承诺 我讲神啊 我相信你 神啊 你能够在Judy 牧师的生命里面行神迹 你也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行神迹 而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信念 我们今天就来到神的面前 来做一个祷告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讲一句你就跟着我讲一句 在场的弟兄姐妹们 或者在线的弟兄姐妹们 你为了鼓励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我在做祷告的时候 你们也跟着一起祷告 来鼓励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同时做出的这个祷告 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你是爱我们的神 2000年前 当你来到这世上成为婴儿的时候 你是带着爱而成为了婴儿 爱着我们 爱着我们 呼召着我们 为了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今天神啊 我们领受到你的爱 我们要做你的孩子 我们要 我们要你做我们的真神 我们要这一生这一世跟随着你 让你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不再一样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请你悦纳 今天我们就是你的孩子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感谢你们做出了这祷告 成为我们的基督徒的一大家庭 弟兄姐妹们 你们可以坐下 在线的朋友 你们如果也站起来的话 你们也可以坐下 再音乐继续